有些女人的另一半是属于会主动帮忙家事的类型 但有些女人却不管在怀孕时或是刚生完小孩后 都必须全年无休的在家中劳动 根据调查 男人不帮忙怀孕老婆做家事的原因有几下几种 第一是认为本来就没必要做太多 再来则是认为小婴儿不是都在睡觉吗 老婆怀孕中生产后 各位老公有没有好好的帮忙老婆做家事及带小孩呢 除了哺乳之外 男人都有办法代劳 如果不会做饭也可以吃外食 自己的事情自己处理好事基本中的基本 总之就是要全力帮忙老婆 这时候可能有些男人会认为有必要做到这种地步吗 啊 怀孕这件事情只有女性能够体验 再怎么解释生产有多痛苦 男人也无法理解 就像女人无法理解蛋疼一样 所以这时候就要让我们来用比喻帮助他们了解咯 刚生完小孩的女人就像是刚跑完全程马拉松的选手 而且还因此受了伤 胯下裂开自然铲 或肚子上多了个长达十公分的伤口口腹铲 体内的内脏都一味 荷尔蒙暴走 连自律神经骨盘等等都都处在非常不安定的状态 他们必须拖着残破的身体 接下来的一个月每天都只能睡上二到三个小时 在这样的极限状态下 还有办法好好照顾身体脆弱的新生儿吗 如果你看到如此疲累的陌生人 不会想要上前帮助他妈或许只是帮他抱一架婴儿 让他休息片刻也好 更何况这个身体疲累不堪的人是你未来将一起度过一生的另一半 而且手上抱的孩子还是自己的亲生骨肉 但这一切其实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重点 那就是千万别等老婆叫你做才去做 必须自动自发的行动 各位男士们在看完马拉松的比喻后 应该大致上可以理解怀孕到底是多么辛苦的事情了吧 更何况可能会有更多女人告诉你 他生产的过程可是比跑马拉松还要更痛苦的哦 感谢观看